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当上帝怜悯我们的时候 会带来什么样奇妙的改变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以色亚书第54章 这一章提到的是父亲的荣谨 过去因为以色列人离弃神 所以神也离弃人 而以色列要承受羞辱如同 不怀孕没有丈夫没有儿女的 但如今神要重新与人和好 叶华照你又照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子 神要重新与我们缔约 与我们立定美好的约定 使我们重新做神宝贵的孩子 并且神的怒气是顷刻之间 而神用永远的慈爱连续我们 如同罗亚的洪水 神不再使洪水漫过遍地 神用永远的慈爱爱我们 而且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神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 以天地为正 美好的慈爱 神应许我们 并且神答应我们 上帝要装饰我们 过去被风飘荡不得安慰 如今有彩色安置我们的石头 有蓝宝石 红宝石 宝石做我们四维的边界 我们接受耶和华的教训 我们儿女大享平安 如同以色列人过鸿海 大有平安 过约旦河 承受应许之地 让敌人 一切攻击你之造的器械 并不利用 一人远离我们 而我们得着极大的荣耀 扩张我们帐幕之地 张大我们居所的慢子 放长绳子 兼顾绝子 左右开展 得着祝福 这一章的要解提到了 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你 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 这是连续你的约话说的 是的 万物万事都会改变 但神的慈爱永不改变 我们来祷告 谢谢主耶稣 让我们认识你 你重新洁净我们 接纳我们 做你宝贵的孩子 让我们享受你永远的慈爱 平安的约 与我们同在 让每个家庭 每个小朋友都领受 从神而来的大平安 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